基本上,因爲我經過分析之後 得到了最後的那個,用JetEdit 裡面得到,就是說我這個 裡面的話,其實是兩層 這個大瓜糊裡面的話,我 我用的資料其實是在這個REDOT的裡面的 RECUS 有沒有,所以其實要先抓這一個,用GET先抓它 然後它這個本身又是一個大瓜糊 大瓜糊裡面呢 又有個RECUS 所以變成說要GET兩次 才會抓到我們要的資料,所以這個可能要 那我承認寫出來,就是第一個 先怎麼樣,先GETRECUS,REDOT,然後再RECUS,有沒有,最後就是得到 因爲呢,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RECUS裡面放的是什麼,中瓜糊,所以我用一個RECUS去接它 那也就是說呢 我抓到之後呢,給它一個名稱叫RECUS1 那這個RECUS1裡面基本上就是我要的那些資料 那我再去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跟剛剛一樣,切割的範圍 那範圍裡面的話呢,之前是從0開始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從1開始 主要原因是這樣,我習慣是把它打開看一下,這個是藍位名稱我不要 我要的東西應該是從1開始 那為什麼要檢視 因為我後來發現 尾巴有一些說明 像這個他把說明居然放在這裡 這個 倒數第1個 倒數第2個 這些都說明 所以 等於是說,後面4個 其實不是 要的資料 所以 範圍部分 必須要檢視 OK,所以這個 可能要 自己再利用Genedit來看 我覺得Genedit真的很方便 要你沒有Genedit,你沒辦法這樣看 也可以啦,只是你要讓它底下看得很辛苦 OK,而且它算也不好算 如果Genedit真的還蠻方便的 然後呢,我們一樣 一個一個取出來 那一樣要一個Data Indeedit,這個基本上就是跟剛剛陳志祺某一樣 然後一個Colens 只是說Colens,欄位名稱 改了一樣 所以我把那個欄位名稱 改了四個名稱 其他都沒變 最後的話呢 把它To itself 存成一個 Exceled 就OK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Jason的格式 格式 就不用擔心 反正你要的 只是說像這一題 因為它是在 一個字典 裡面的再一個字典 所以變成Get兩次 以後不管啦 反正如果它還有一層 那你再Get一次 所以有時候就見招拆招 如果是大瓜糊 你就是字典用Get 如果是List 那你就用串列的方式去抓 所以這個可能 慢慢習慣之後應該 我想 就比較不是太到 這個剛剛的程式嘛 我一樣有把它 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請各位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給二十頁 這邊就是下載 這個是下載 這個是全以下載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回去的話 如果有時間 建議各位可以 再用 別的Jason看看 開放接下來沒關係 或者說你們工作上 客戶 公司 有沒有類似的Jason 可以拿來練習 如果可以當然最好 如果實在是做 實在有問題 沒關係可以再提出來 你們可以再討論 理論上我發現用Jetting 真的 太方便了 基本上好處就是 第一個不用那麼燒腦 第二個真的很懶的 這個我後來發現這個根本一看嘛 然後就不用 可以把一些不需要的訊息剔除掉 你直接看你需要的 所以很快就可以找到你層次該怎麼寫 OK 所以應該知道 然後那個步驟 其實都是 透過你看到的 這個 內容 然後去做一些調整 喔